嗨,大家好,我是娱乐族Jacky 上一回,去这个佳乐山庄 露营,然后要钓鱼嘛 结果钓鱼钓不成,因为天气不理想 一直下暴雨 所以取消了这个钓鱼行程 然后回来后,心有不甘 然后再安排了另一趟行程 同样也是到这个佳乐山庄这边去 这一回,我非要到河里面去钓鱼不可 原本这一趟呢,有约了几个人一起 去那边露营,来个三天两夜 也不算是露营吧,这一趟 应该叫露宿 结果在林尾的时候被放鸽子了 最后只剩下两个人 然后现在我先自行 开车先到目的地区 等下我另一个同伴,阿龙 他随后就会赶来跟我会合 山庄也去了好多回啦 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不过这一次呢,重点就不在露营了 重点就在钓鱼 到了到了到了 到了这个山庄 这种山庄的地方就是爽 来去看看我们的露宿的地方 我们是在第一层的 其实这个杜甲村还没完全建好 这是建好了啦 这是有一些设备啊,还没齐的 这边是有房间 可是我们不睡房间啦 我们讲在这里露宿 环境真不错啦 这边也比较凉快 之前我们都是在下方 那个湖边那边露营 比较闷热,往上还好,凉快 这里就不一样啦,不管是白天 或者往上,都非常凉快 因为它地处要高了嘛 那个风啊,一来就可以感受到了 好凉快 什么叫露宿呢 为什么我说不是露营 我们就这么睡了吧 我来到河边了,看到吗? 两条岔河 左手边那条,好浑喔 那个水太浑了吧 你看这边,好浑喔 还好这条河带一点清 还有一条河可以玩 不过其实我的目标河流是这条 是都这样的河流状况 估计没戏啊 碰碰硬气吧 在这条水比较清的这条河流 碰碰硬气 这种啊,浑水和清水的交界处 时常会有大鱼在这边躲藏 叫我试一试这个标点 现在是榴莲当季 尤其是加勒这个地方盛产榴莲 来这边钓鱼 哪有不买榴莲的道理呢 吃榴莲先吧 鱼,不去想啦 这样的河水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吃榴莲先吧 看才在路边买了一粒榴莲 哎呦,哇好大包啊 吃榴莲 哎呦,那边天暗了 那边天也暗了 要不要下去呢 应该会下雨 不管它啦 憋了好久没钓鱼 冲吧 现在这个浑水清水交界的地方 今天没鱼啊,没长鱼 明天早上再来试一试 下好大雨啊,好大雨啊 全都湿透了 刚刚找到一个标点 刚刚有鱼给了我一口 没咬到钩子 结果又下雨了 而且是暴雨 下暴雨就必须要测了 玩西河 其实很危险的就是下暴雨 有可能上游下暴雨啊 它会带那个洪水下来 很危险的 所以大家下暴雨就必须要测了 今天是第一碗 要弄什么吃呢 汉堡 这趟鱼只有两个人来 吃的简简单单 汉堡,然后再配一些生菜 黄瓜 用这个面包来代替 黄瓜 有点酱 西红柿 生菜就一定要啊 辣椒酱 看到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晚餐 在野外吃这些 特别好吃 哇,早晨的风景真漂亮 还有这个雾气 你看,山头上的雾气 在郊外啊 哇,这种空气 好清新哦 这个空气 精神浪爽啊 弄早餐啊 要弄早餐啊 弄早餐 吃了早餐 看有没有机会去钓个鱼 早餐就打算吃了 Sandwich 三文字 这个啦 沙丁鱼 再配那个面包啊 然后再一些 蒸菜啊 沙丁鱼 沙丁鱼 终于了 看 水马六 哇 啊,水马六 啊,天后 大地儿我 大地儿我 啊,天 大家伙 大家伙 YES 哇 好家伙 好家伙 看啊 2公斤货色 水马六 哦 水很活呢 你看 你看 其实今天的水很浑的 我也没抱很大希望 不过 根据鱼网的经验啊 有时候就是这种水浑的时候 更容易掉到大家伙 因为它的戒心也比较低 为什么 因为水浑 它要攻击小鱼也比较容易 有 水浑呢 它有很好的这个隐身作用 如果你找得到它的长生点 倒是有希望 然后路亚呢 尽量就用橙色 金黄色 那种 这一类的 因为在水浑的地方 这种颜色会特别亮眼 比较快引起它的注意 我终于成功了 来了几回 都一次钓到一些小 要不然就是咬勾没中 终于钓到了 大家伙 水马六 2公斤货色 终于成功 总算没白来了 又中了 又中了 又中一条 今天人品大爆发 这条应该600克左右吧 鱼的力量强不强 你看我的路亚 看到吗 都裂开了 这个鱼你说强不强 好强的一种鱼 今天看才已经有一条了 我钓鱼的中指 一直以来就是 持取所需 其余的就钓后放 好了 钓后放了 哈 好 来 走 拜拜 今天好多惊喜 原以为 这个钓矿 会很糟糕的一趟 因为水好温暖 你看 结果居然种了两条 都是体型很不错的 水马六 一条就带回家了 另一条就把它放掉 只取所需 其余钓后放 你没有过度的 捕抓这些鱼 它长期都会有 所以钓后放呢 这是必须的 今天是我来加热这个地方 第二天了 现在要测了 等下回去那个山庄那边 收拾一下 就要走了 这一趟总算没白来啦 爽啊 爽 这一趟 出来加热 钓水马六的任务 终于完成了 上一回来的时候 因为天气关系 没钓啊 这一次呢 同样 天气并不是很好 可是心有不甘啊 所以 凡事啊 真的 不要去放弃 当你有一个目标 真的 不要轻易说 放弃 到最后 我们还是会成功的 所以这一趟 其实 这样的天气啊 应该是要放弃的 可是就是因为 心有不甘啊 所以我不放弃 所以结果就 很意外的这样 钓到一个体型很不错的 这个水马流 娱乐族的这个行程 圆满结束 现在回吉隆坡啦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关注 谢谢大家